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KKTV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穿上厚厚的云服 在北方已经到了非常寒冷的冬天 所以请在外面买一些小吃就不是这么容易了 但是冬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 就是我们天兴很有名的糖炒栗子 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就是这个小宝栗子 他们家糖炒栗子很有名 很多外地人来天兴都买很多带回去 但是这个糖炒栗子还是吃刚出锅的最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买点尝一下 肉食 要来啊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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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脫一下 先脫一下 看个小蒜 好啦 给我走 走 走 不要走 因为外面天气实在太冷了 然后手完全就冻得剥不开栗子皮 所以我们今天在车里面来尝一下这个 他们出锅的小宝栗子 这个炒栗子的好坏呢 还是有很大学问的 如果栗子的火太大了 炒得很干 这样呢皮儿虽然很好包下来 但是里面的栗子就不好吃了 你看这样 如果里面的炒得非常的火 如果火小了呢 这个里面的皮儿会跟栗子粘在一起 所以皮儿又不好包了 所以这个火候的掌握还是很厉害的 过去的炒栗子的师傅呢 他们是老师傅他自己在一个大铁锅里面 自己掌握火候自己炒 但是现在呢已经都是机械化了 自动炒 所以这个温度和火候应该会掌握的更好一些 我们今天买这个栗子呢 会比较小 因为他们是根据栗子大小来定价格 今天赶上这栗子比较小 应该定价是18块8一斤 如果栗子比较大 有时候会是20块钱 甚至更多一点 比刚炒出来的栗子还非常热的 非常好吃 吃到嘴里面就是非常软糯 甜甜的 这个栗子的好坏呢 其实不仅跟火候有关系 还跟栗子的选材有关系 我们北方的栗子呢 因为比较本身就比较甜 而且淀粉比较多 所以适合做糖炒 小宝栗子他们家应该也有烤栗子 像南方那样是吧 烤一个 这样会开一个口 但是那种应该在天津就很少吃了 这个栗子也如果说最好包的时候 肯定是这个热乎的时候 是最好包的时候 这样轻轻一摁 两边一打开就出来一个栗子 这个栗子热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好吃 就是停不下来的一个 就还想吃下一个 这冬天吃栗子 其实是一个很补的食材 它可以补肾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所以在冬天吃一些栗子还是很好的 我知道应该在日本 有很多的小点心 都是用栗子面做成的吧 今天我们为什么选择小宝栗子呢 因为他们家这栗子 从选材上就非常的严格 经过层层的筛选 将那些个里面比较空的 还有就是有坏的 有虫子的那种栗子 都把它筛选掉 他们筛选的时候 应该是将所有的栗子都泡在水里 然后如果有一些个飘上来的栗子呢 这些就都把它去除掉了 这些应该都是比较空 比较清 或者是里面不够饱满的那些个栗子 所以 基本上炒完了到我们手里 应该都是这种非常饱满的 没有坏的 没有坏的栗子 但是也会有 偶尔有一两个坏 但是比例会非常低了就 然后呢在天津呢还有其他的品牌 比如中立华栗子 还有顺起栗子 像这些比较有名的品牌连锁店呢 他们的栗子呢 虽然价格稍微高一些 但是品质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我们在农贸市场 自己买的那种栗子呢 相对坏的就比较多了 我觉得基本得有三四成是坏的 味不正 而且味道也不是很正 甜度和软糯度都跟他们比相差了一些 如果大家来天津玩 买栗子带回去 还是尽量买这种品牌的栗子 然后虽然买回去凉了 但是隔微薄铝 加入了一到两分钟呢 还是能够有一些刚炒出来的味道的 比那个硬 比那个凉凉的要好吃很多 过去的小宝栗子呢 就是在马路边一个小门里 开一个小窗口 大家都在那个寒风瑟瑟中 等排队买栗子啊 现在已经弄得非常好了 弄了一个店 然后大家可以叫里面去买 然后还卖了很多小零食 比如一会儿我们还买了很多 这个红果蘸子 嗯 还有一些个点心啊 糖堆啊 糖果 还有一些个 现在特别流行的网红小零食 也有很多 当然呢 这个店里面摆的最醒目的位置呢 还是这个可以外带的这种 栗子礼盒 非常漂亮 很多人都买这种 带回家 我们刚才还买了一个这个 嗯 天津的小吃 这个叫做 我们叫做糖栅子 其实就是山楂 外面裹上经过熬制的糖霜 这样已经凝固了 我记得以前买的那个糖栅子 应该是不加黑芝麻和白芝麻的 小宝丽的参加 还加上了这个 不知道味道会 有没有改变 这个是没有去乎的山楂 因为山楂呢 是比较酸的东西 所以才有了 像糖堆那样的吃法 像这个呢 它外面裹上糖霜 这样一咬下去 外面糖霜很脆很甜 也感觉不到里面山楂的酸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 嗯 在里面加了黑芝麻和白芝麻 这样的味道就有一点怪了 它的味道强了 那个糖的味道 感觉这个黑芝麻白芝麻 还是适合加在点心上 不适合加在糖栅子上面 嗯 我还是比较爱吃这个传统的糖栅 还是不要经过随便改良 我觉得更好吃 后来还买一个这个叫做 叫什么呢 它也没有它自己的名字 山药豆 山药豆 它就是山药 小小的山药外面裹上 跟红果扇子一样 这样的糖霜 下上芝麻 这个的甜度整体就上来了 它不像是红果本身 酸酸的裹上糖 这样刚好 这样的就比较甜了 不过这个在我们冬天 也是经常吃的一个小零食 这个里面经过改良 加上芝麻 倒不影响它的口感 倒是更加香了 我嘴里的栗子还没有嚼完 然后我一会儿还要继续吃 然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栗子呢 可以来天津买一点尝尝 记住的是天津的糖炒栗子 好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订阅我们 谢谢 拜拜